天运 第十四 天其运福 地其储乎 日月其争于所乎 孰主张氏 孰为刚氏 孰居无事 而推行事 义者其有鸡肩 而不得已耶 义者其运转 而不能自止耶 云者为雨呼 愚者为云呼 孰龙失势 孰居无事迎乐 而劝势 风起北方 一西一东 再上堂皇 书须心事 书居无事 而批服事 感问何故 物贤少曰 来 五余辱 天有六己五常 帝王顺之则智 逆之则凶 久落之势 智成得备 兼兆下土 天下代之 此为上皇 商太载荡 问人于庄子 庄子曰 虎狼 人也 曰 何谓也 庄子曰 父子相亲 何谓不仁 曰 请问智人 庄子曰 智人无亲 太载曰 当闻之 无亲则不爱 不爱则不孝 为智人不孝 可忽 庄子曰 不然 抚智人上意 孝故不足以言之 此非过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 福难行者置于盈 北面而不见名山 是何也 去之则远也 古曰 以静笑意 以爱笑难 以爱笑意 以望亲难 望亲意 使亲望我难 福得以谣顺 耳不为也 利则施于万事 天下莫知也 岂直大息 而言人笑忽哉 福孝替人以 忠信真怜 此皆自免 以以其得者也 不足多也 古曰 智贵 国爵并言 智父 国财并言 志愿 名誉并言 是以道不渝 北门城问于皇帝曰 帝章闲迟之月 于洞庭之也 无始闻之巨 复闻之代 足闻之而祸 荡荡默默 乃不自得 帝曰 辱代其然载 武奏之以仁 争之以天 行之以礼仪 见之以大清 辅至悦者 先应之以仁事 顺之以天理 行之以武德 应之以自然 然后调理四十 太和万物 四十叠起 万物寻生 一圣一衰 文武伦经 一清一竹 阴阳调和 流光其生 折宠始作 五经之以雷霆 其足无尾 其始无首 一死一生 一死一生 一份一起 所长无穷 二一不可待 如故俱也 古又奏之以阴阳之河 逐之以日月之鸣 其声能短能长 能柔能刚 变化其一 不主顾长 在谷满谷 在坑满坑 图细守神 以物为量 其声挥措 其名高明 事故鬼神守其忧 日月星辰 行其计 无止之予有穷 留之予无止 予欲律之 而不能知也 望之 而不能见也 逐之 而不能及也 躺然立于四须之道 依于 搞五而已 目之穷乎 所欲见 立屈无所欲逐 无疾不疾 以夫 行冲空虚 乃之尾仪 如尾仪 故带 五又奏之 以无带之声 调之 以自然之命 故若混诸丛生 灵乐而无形 不灰而不业 不灰而不业 幽昏而无生 动于无方 居于幽明 或未知死 或未知生 或未知实 或未知容 行刑留三细 不主长生 事宜之 基于圣人 圣也者 达于情 而随于命连 天机不张 而五官皆备 此之谓天悦 无言而心悦 故有厌世 为之颂约 听之不闻其声 视之不见其行 充满天地 宝果六集 如欲听之 而无皆言 而故祸也 悦也者 始于聚 聚骨碎 五又赐之以待 待骨顿 足之于祸 祸 祸 故于 瘀 故道 道可载 而语之聚也 孔子 稀有余味 言渊 问诗今曰 以夫子之行 为稀儒 诗今曰 稀虎 而夫子 其穷哉 言渊曰 何也 何也 诗今曰 夫除狗之位尘也 诚以窃言 今以文秀 施筑其戒 以将之 及其以尘也 行者见其手己 苏者 取耳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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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父 取耳 称之 以 竟然 今之 以文秀 由居 请握 其下 彼不得梦 必且 竖迷言 今儿夫子 亦取 先王 以臣 出狗 据弟子 游居 请握其下 故伐树于颂 薛迹于味 穷于商周 是非其梦也 唯于晨菜之间 七日不火时 死生 香与林 是非其梦也 夫水行 莫如用舟 而路行 莫如用车 以舟 只可行于水也 而求推之于路 则莫是 不行寻常 古今 非水路于 舟鲁 非舟车鱼 今骑行 舟鱼鲁 是由推舟 于路也 劳而无功 身必有阳 必为之夫 无方之船 应物 而不穷 者也 且子毒 不见夫 劫高 者乎 引之 则辅 舍之 则养 必人 之所以 非引人 者也 故 辅养 而不得罪于人 故夫三皇五帝 之礼度 法度 不经于同 而经于智 故辟三皇五帝 之礼意法度 其由 扎离 局幼也 其味相反 而皆可于口 故 礼意法度者 应时 而便 折也 今去 远居 而 依以 周公之福 比辟 和涅 晚烈 近去 而后 欠 观古今之 意 由 远居 之 意乎 周公也 故 西施 并心 而 贫 其礼 其礼之 丑人 见之 而美 之 归一捧心 而贫其礼 其礼之 妇人 见之 兼闭门 而不出 贫人 见之 窃妻子 而去之走 彼之 贫美 而不知 贫 之所以美 西湖 而夫子 其穷哉 孔子 行年 武师 有一 耳不闻道 乃男之配 见老丹 老丹 曰 子来乎 武文子 北方 之贤 者也 子亦 得道乎 孔子 孔子曰 未得也 老子曰 子 悟乎 求之在 曰 武求之于 度数 五年 而未得也 老子又曰 子又 悟乎 求之在 曰 武求之于 阴阳 时有二年 而未得也 老子曰 然 使道而可献 则人 莫不献之 于其君 使道而可敬 则人 莫不敬之 于其亲 使道 而可以告人 则人 莫不告其兄弟 使道 而可以与人 则人 莫不与其子孙 然而 不可者 无他也 忠无主 而不止 外无正 而不行 由忠出者 不受于外 圣人不出 由外入者 无主于忠 圣人不也 明 功弃也 不可多取 仁义 仙王 只取卢也 只可以移速 而不可久处 够耳多则 古之志人 假道于人 脱速于义 以由逍遥之须 食于苟茧之田 立于不代 立于不代之谱 逍遥 无为也 苟茧 一阳也 不代 无出也 古者 为是 采真之有 以富为适者 不能让路 以显为适者 不能让名 侵权者 不能与人饼 操之则利 舍之则悲 而一无所见 以愧其所不修者 是天之路民也 愿 恩 取 与 剑 教 生 杀 八者 正之弃也 为寻大便 无所焉者 唯能用之 故曰正者 正也 其心 以为不然者 天门 拂开矣 孔子 见老丹 而语仁义 老丹曰 夫波康咪母 则天地四方 亦未已 文蒙杂夫 则通悉不昧已 夫仁义惨然 乃乃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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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足以为变 名誉之官 不足以为广 全和 于相于处于路 相侯以诗 相濡以沫 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丹归 三日不谈 弟子问曰 夫子见老丹 亦将何归哉 孔子曰 无乃今于是乎见龙 龙何而成体 散而成章 成云气而养护阴阳 于口章而不能邪 于又何归老担哉 子贡曰 然则人固有失居而隆陷 雷声而冤莫 发动如天地者乎 赐亦可得而关乎 随以孔子生 见老丹 老丹方将聚堂而应 微曰 与年运而网易 子将何以借我乎 子贡曰 福三皇五帝 知智天下不同 其戏声明一也 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 如何在 老丹曰 小子少记 子何以为不同 对约 对约 遥受顺 顺受雨 雨用力 而汤用兵 文王顺咒 而不敢逆 武王逆咒 而不肯顺 故约不同 老丹曰 小子少记 与鱼汝三皇五帝 智天下 皇帝 智智天下 使民心一 民有其亲死不哭 而民不非也 咬之智天下 使民心亲 民有为其亲 杀其福 而民不非也 顺智智天下 使民心静 民孕妇十月生子 子生五月 而能言 不知乎海 而使谁 则人 使有妖意 雨智智天下 使民心变 人有心 而兵有顺 杀道 非杀人 人自为种 而天下耳 是以天下大害 如墨皆起 其坐时有轮 而今乎妇女 何言哉 于 于辱 三皇五帝 智智天下 名曰智之 而乱墨甚言 三皇之之 上辈 上辈 日月之鸣 下魁山川之经 中度四十之诗 其之 惨于 利颤之尾 先规之寿 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 而由自以为 圣人 不可耻辱 其无耻也 子共 促促然 利不安 孔子 未老单约 秋 至 诗 书 礼 月 义 春秋 六经 自以为 九义 书知其故义 以奸者 七十二君 论先王之道 耳鸣 周遭之计 义君 无所勾用 圣义 夫人 难说也 道之 难明也 老子曰 姓义 子之不欲 至事之君也 福六经 先王之臣记也 其其所以记载 今子之所言 游记也 夫记 屡之所出 而记 骑驴哉 福 白蚁之相侍 牟子不孕 而分化 虫 雄名于上风 雌应于下风 而分化 泪 自为雌雄 故分化 性不可义 命不可变 时不可指 道不可拥 苟得其道 无字 而不可 诗言者 无字 而可 孔子 不出三月 父见 约 秋 得之意 乌雀如 于覆没 戏药者画 有地 而凶提 酒 九亿 夫秋 不与化为人 不与化为人 安能化人 老子曰 可 秋 得之意 天 天 是运行着的吗 地 是静止的吗 日月 是交替出现 像争着 居住的地方 一样吗 是谁 在主宰 是谁 在维系 是谁 闲着没事 来推动它 或者 是有某种 机关 控制着它 而使它不由自主 或者是它自己运转 却不能使自己 停下来 是云化作了雨 还是雨化作了云 是谁 在作云 作雨 是谁 闲着没事 去推动云雨之会 风起于北方 一会儿向西 一会儿向东 一会儿又在天上 往来回旋 是谁 在一呼一息 而成为风 是谁 闲着没事 来煽动它 请问 为什么是这样呢 吴时 贤少说 来 我告诉你 天 有上下四方 之六极 和金 木 水 活 土 正午长 帝王顺应他们 就天下太平 违反他们 就凶险了 洛书上 九个方面 所记载的事情 都是实现了太平 道德完备的事 可以像镜子一样 依照天下 天下拥戴 把它叫做上皇 商的主宰 荡 向庄子 请教人的问题 庄子说 虎狼 是有人性的 太宰 荡说 怎么讲 庄子说 虎狼的父子 相亲 为什么不是人呢 太宰 荡说 请问 智人 是什么呢 庄子说 最高的人爱 是没有亲情的 太宰说 我听说 没有亲情 就没有爱 没有爱 就没有笑 说智人 是不笑的 行吗 庄子说 不对 那智人 是高级的境界 笑 本来就不足以 说明他 这并不就是说 笑的说法 有什么不对 而是笑的说法 达不到 智人的境界呀 那朝南方行走的人 到了营都 向北方望去 却看不到 明山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距离 明山太远了 所以说 以尊敬为笑 相对于 以亲爱 为笑来说 是容易的 以亲爱 相对于 以尊敬为笑来说 是困难的 以亲爱为笑 相对于 以忘怀父母 当作笑 来说 是容易的 以忘怀父母 当作笑 相对于 以亲爱 为笑来说 是困难的 忘怀父母容易 使父母 忘怀我 就相对困难了 使父母 忘怀我容易 连天下 都忘怀 就相对困难了 忘怀天下容易 使天下人 忘却我 就相对困难了 那具有德性的人 一望遥顺 不做遥顺所做的事 恩则备极万事 天下的人都不知他 这岂是赞叹 宣扬人孝吗 孝替人意 忠信真年 这些都是自己 勉励自己 去劳苦其本性的人 不足为序 所以说 最尊贵的 就是舍弃异国的爵位 也在所不惜 最富有的 就是舍弃异国的货物 也在所不惜 最称心如意的 就是舍弃名誉 也在所不惜 因此 大道是始终不渝的 北门城问皇帝说 你在广阔的原野上 演奏弦弛之乐 我刚开始听了很害怕 再听就心意松弛 听到最后 感到有些迷惑 恍恍惚乎 不由自主 皇帝说 你差不多会这样吧 我用人事的主题来弹奏 以自然为象征 按照仪礼来进行 以天道为根本 四季依次更迭 万物顺着四季而生育 月音的强弱 表现文质武功的方略 月调的青竹 阴阳调和 是音声像流动的光辉一样 冬眠的虫子 开始蠕动时 我就用春雷 来表现春天的惊醒 这音乐在完结时 没有末尾 在开端时 没有起始 乐曲忽而停息 忽而兴起 忽而低沉 忽而高扬 以无穷的变化为长法 全然不可预料 所以你会惊惧害怕的 我又用阴阳的调和来演奏 用日月的光明来照亮它 它的声音可短可长 可柔可刚 变化虽有规律 却不以旧的长法 为由 这乐音在山谷里 就充满了山谷 在坑里 就充满了坑 闭目塞听 静守精神 以万物为他自己的度量 它的声音悠扬 表现了高亢明朗 所以鬼神守在幽暗之处 日月星辰 按照其规律运行 我让声音停息在 有尽头的地方 使它的流响无尽的萦绕 您想要蠢度它 却不能知晓它 看它却看不见 追它又追不着 漠然地站在四方 都渺茫空虚的道路上 靠着一株枯稿的梧桐树 而自饮自唱 眼睛的知识 以它所能看到的东西为止 精力 以它所能追逐到的东西为止 我既然追不上 算了 形体内被空虚所充满 就可以随顺 你如果能随顺 就能泄待 我又用不懈怠的声音 来演奏 用自然中的必然 来调和它 所以它像万物 混杂追逐 聚生在一块一样 众音合奏 却又没有声音之行迹 张扬而不济 优越而无声 月音响动 不知它岂于何方 只兴于身微幽渺 有人说 它是死 有人说 它是生 有人说 它是结果 有人说 它是开花 月音流动 变化 月调 不能固定 世俗的人 对这曲调 产生了怀疑 去询问圣人 圣人 就是通达于人情 而又随顺 天命的人 尽管物观都具备 但不动用其天机 这叫做天悦 不能诉诸言语 而内心愉快 所以 有艳势 为此歌颂道 听之不闻其声音 视之不见其形状 充满于天地之间 包括上下四方 你想要听它 却听不着 所以你迷惑了 乐曲开始时 使人害怕 害怕就伤神 接下来 我又使乐曲放松 放松后 就不再害怕 最后使你迷惑 迷惑就蒙昧 蒙昧就可以 紧乎道的境界了 大道也就可以 附载它 和它在一起 孔子西去魏国旅行 严渊问诗经道 你认为我老师的做法怎么样 诗经说 可惜呀 你的老师要倒霉了 严渊说 为什么 诗经说 祭祀用的草 扎成的狗 没有摆出来以前 用盒子盒子盛着 用绣巾掩着 五十斋戒后 侍奉着它 等到摆出来后 过往的行人 踩着它的头和脊背 食草的人 拿它去当柴烧 要把它再放入盒子 掩上绣巾 是出行还是安居 都在它的下面 睡眠休息 它即使不招来噩梦 也一定会 屡次被妖魔所惊吓 现在 你的老师 也拿着先生 早已用过的草狗 聚集子弟 或出行 或安居 在它的下面 睡眠休息 所以 在宋国 人们砍倒 他曾在下面 讲过学的大术 在魏国 他被驱逐 在周宋之间 被逼近穷途末路 这不是他的噩梦吗 他被围困在 陈国和蔡国之间 七天里 都没有吃一顿热饭 离死亡也不远了 这不是他 被妖魔所惊吓吗 在水上行进 什么都不如乘船 在陆路行进 什么都不如乘车 因为船 可以在水中行走 来推着它 在陆地上行走 那么 一辈子 也走不了多远 古时和现在 不是水和路吗 周氏和鲁国 不是周和车吗 现在 寻求在鲁国 推行周氏的制度 就像在陆地上 推着船 行走一样 劳尔无功 身家性命 还必定遭殃 他不晓得 没有定向的一车 能应接事物的 无穷变化 况且 你难道没有见过 杰高吗 你牵拉他 他就严幅 一松开他 他又扬起 他是人们 所牵拉的东西 像人拉结高一样 而不是牵拉人的东西 所以 不论他是严幅 还是扬起 都不会得罪别人 所以三皇五帝的 礼仪法度 可贵之处 不在于他们彼此相同 而在于能使天下 得以治理 三皇五帝的礼仪法度 就像山柜 梨 橘子 柚子一样 他们的味道不同 却都很可口 所以 礼仪法度之类 是应该顺应时代 而加以变化的东西 现在 让猴子穿上周公的衣服 他肯定会咬坏撕裂 全部除去以后 才觉得舒坦 观察古代 与现今的差异 就像猴子 不同于周公一样 所以 西施心口痛 皱着眉头 礼仿中的丑女 看见了 认为西施皱着眉头很美 回去后 也捂着胸口 皱着眉头 礼仿中的有钱人见了 把大门关紧 不出来 穷人见了 带着妻儿避开了 他知道皱着眉是美的 却不知道 为什么皱着眉 会美的原因 可惜呀 你的老师 要倒霉了 孔子 活了五十一岁了 还没有听说到 就去南方的佩国 去见老丹 老丹说 您来了 我听说过 您是北方的闲人 您得到了吗 孔子说 还没有得到 老子说 您是如何求到的呢 孔子说 我通过法度礼数来求到 五年还没有得到 老子说 您又如何求到呢 孔子说 我通过阴阳来求到 经过了十二年 还没有得到 老子说 对了 假使道可以献出 那么人们就不会不把道 献给他们的君主 假使道可以敬奉 那么人们都不会不把道 敬奉给他们的父母 假使道可以告知别人 那么人们都不会不把道 告知他们的兄弟 假使道可以给人 那么人们都不会不把道 给予他们的子孙 但这些都不可以办到 没有别的原因 内心没有主宰 什么也留不住 外面没有内在的印证 道也不能得以推行 出自内心的 外界不接受 所以圣人的内心 也就不生出什么 从外界进入内心的 内心对此没有主宰 所以圣人 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 名声是公用的器物 不能过多的依赖他 仁义是先王的施舍 只可以在其中住一宿 而不能久居 沉沉于仁义 就会遭到多方责难 古代的圣人 借助于人 寄宿于义 用来摇游于逍遥的境界 在简陋的田地里 随意取食 在不用借贷给别人的 圆子里立足 逍遥就是无为 苟且简便 就是易于活命 不借贷给别人 就是没有损耗 古代的人称 这是采集真性的漫游 认为富有是好的人 不会让出他的俸禄 认为显荣是好的人 不会让出他的名声 热衷于权势的人 不会让给别人权位的 掌权势恐惧 丧失权位时又悲伤 却全然没有认清道理 看出他们不断追求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这些人 是上天行路过的民众啊 怨恨 恩责 获得 付出 批评 教导 生 死这八条 是纠正行为的器具 只有根据大道变化 而不粘制的人 才能运用它 所以说 治理好天下 就是正确运用 心里对此不以为然的人 天道的大门 是不会打开的 孔子见到老丹 讲论人意 老丹说 把骨痕洒到眼里 迷了眼 哪天第四方 就变坏了位置了 文猛咬着 整夜就睡不着觉 仁义的毒害 在于搅动我的内心 没有什么霍乱 比它更大 先生您不要使天下的人 失去他们的淳朴本性 先生您也随风而动 羞耻得性 而自立 又何必 单思竭力 像背负着大骨 去寻找丢失的儿子呢 白鹤用不着天天洗澡 却是白的 乌鸦用不着天天染黑 也是黑的 白黑是它的淳朴的本性 是用不着辩解的 名誉的话众不必扩大 泉水干涸了 鱼儿一起在陆地上 互相吹着湿气 用口沫互相如湿 与其这样 不如让它们在江湖中 相互忘却 孔子拜见老丹回来后 三天都不讲话 弟子问道 老师见了老丹 有什么规劝呢 孔子说 我现在真的是见到了龙 龙合起来成为一体 散开来成为文采 乘着云气 用阴阳移养自己 我吃惊得张口结舌 嘴也合不龙 我又有什么能规劝老丹的呢 子贡说 难道有人真的像死尸般静居 而像龙藤般运动 发声如雷 而沉默如鸳 发动和天地一样的人吗 我也能去看一看吗 于是 子贡就以孔子的名义 去拜见老丹 老丹正坐在堂上 接待子贡 轻轻地说 我一眼年迈了 你拿什么来告诫我呢 子贡说 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办法不同 但都有相同的名声 先生却偏偏认为 他们不是圣人 为什么 老丹说 小伙子 做近点 您为什么说 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办法 是不同的呢 回答说 瑶受权位给顺 顺受权位给鱼 鱼治理天下 运用苦力 而汤运用兵力 周文王顺着咒王 不敢叛逆 周武王却叛逆咒王 不肯顺着他 所以说他们不同 老丹说 小伙子 再稍作近点 我给你讲讲 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 皇帝治理天下 是人民一心 有人死了父母 也不哭泣 别人也不非议 瑶治理天下 是民心亲爱父母 有人为了他的父母 剪除礼节 别人也不非议 顺治理天下 让民心有争斗 孕妇怀孕十月生子 子生下来 五个月就能说话 还不会笑 就能辨认人 那么人们开始有夭折的了 于治理天下 让民心变得奸诈 人有了奸诈之心后 认为使用兵器杀人 也是合理的了 因为杀的是盗贼 而不是人 人们各自结伙拉帮 却以天下的名义相标榜 所以天下人都害怕极了 儒家墨家都兴起了 刚开始时 还有些秩序 现在是华众罢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告诉你 三皇五帝治理天下 名义上说是治理 实际上 是使天下乱得不可收拾了 三皇的治食 对上是掩盖了日月的光明 对下是损伤了山川的精华 中间又毁坏了四十运行的秩序 它们的治食 比蛇蝎的尾巴还毒 小动物不能安于它们的本性 它们还自以为自己是圣人 不是可耻吗 它们多么无耻啊 子贡局促的战力不安 孔子对老丹说 我揪心于诗 书 礼 月 义 春秋六经 自认为已经很长时间 熟悉其中的道理了 用他们来游说七十二个君主 论说先王之道 张明周公昭公的功绩 但是没有一个君主重用我 太难了 人们都太难说动了 道是难以明白的吗 老子说 太侥幸了 您没有遇到想要治理天下的国君 那六经是先王的陈迹 岂是先王之所以有迹的原因呢 您现在所说的 就像地上的印记 印记是鞋子踏出来的 印记怎么能是鞋子呢 白衣相互凝视 眼珠子不动就可以治运 有一种虫子 熊的在上风头鸣叫 瓷的在下风头硬核就可以治运 瓷这种东西 瓷这种东西 自己就具备雌雄两性 所以就能自己治愈 本性是不可以改变的 天命是不能改变的 时光是不可留止的 大道是不可拥塞的 假如得到了道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失去了道 就没有什么可以的了 孔子三个月闭门不出 又去见老丹 说 我得到道了 乌鸦和喜鹊 孔子三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